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Mapolip 然後我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Layon Way 然後其實我的背景比較奇特 就是我大學其實是在清大念Life Science 就是生命科學 然後之後研究的是念神經科學 然後所以這樣看起來感覺 我跟今天這邊好像沒什麼很大的關聯 然後實際上呢就是我在大學的時候 因為就是想說感覺 Compolip上年才滿有興趣的 所以大家的時候就去修了志工系的課 所以就從此踏上了不歸路 就一路上這樣修下 大概也修了二三十個學本 然後至於Python的話呢 我是上研究所之後才開始接觸Python 然後那時候是因為實驗室的需求嘛 就是老闆希望可以用Python做一些事情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 就是所有事情都用Python來做 就是所有事情都用Python來做 然後畢業之後就到現在 我現在在當兵 對 然後我就是利用時間來這邊來講一個talk 然後因為當兵的時候 你知道軍中電腦裡面只有裝Microsoft Office 所以也不用寫Python 所以我在軍中其實那段時間就只寫 就改成寫VBA 然後還蠻醜的一個語言 好 進入主題 那我今天題目是 Use the Mapolip Look 然後大家一看應該知道這個 title是從星際大戰那邊改過來的 那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使用Mapolip 好 開頭是這樣的 A long time ago in a galaxy far far away 好 其實這是錯的 因為其實並沒有這麼遠 然後實際上一開始呢 是一個John 一個叫做John Hunter的一個人呢 他一開始是用MateLab來做一些分析的工作 他那時候是來研究腦電波 就是收集一些腦電波的資料 來做一些分析跟處理 那他希望寫一個應用程式 可以跟他的資料來做互動 那他最後發覺啊 就是用MateLab 其實沒有辦法達成他的需求 所以他就在想說 那可不可以換用另外一種語言 他選擇Python 可是他發現在Python 沒有任何一個現成的package 是支援他所想要做的工作 所以他就決定要自己寫 對 所以他最後就決定完全捨棄MateLab 所以他對MateLab說了一聲No 這應該大家知道吧 那個星球崛起 所以呢 他就寫了MateLab 那MateLab是什麼呢 他是一個Python的 2Dimension的plotting的package 那他支援很多不同的格式 而且他是一個跨平台 在主要的平台上都可以使用 那他的MateLab的philosophy呢 他是 就是你可以用一些很少的指令 來達成你想要的工作 那這邊是一個簡單的例子 首先呢我是在一個 常態分佈的狀況下去取出 1萬個Sample樣本 然後存在S裡面 那我希望就是去統計說 那他的分佈狀況是什麼 所以我只要用一個Python的Histogram 就是畫那個直方圖 然後把資料傳進去 那就會呈現出右邊這一張 這一張數據圖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很簡單 就是你可以馬上就上手的一個package 那現在簡單講他的架構 那他的架構其實主要分成這幾層 我們從裡面開始講嘛 最裡面是Figure Canvas Canvas就是你畫圖的一個area 那既然有一個area 你就要知道怎麼在這area上面畫圖 所以有一個Render 那這兩層呢 其實他就是他後端的部分 其實我們平常並不會去碰到這個部分 那在外面一層呢叫做Artist 那Artist他是一個 他其實如果你要使用他的話 他是一個物件導向的 很像的一個interface 所以通常如果你想要獲得 比如說你想要控制你圖裡面所有物件的話 那你可能就需要用到這一層 那在更外面呢 有一個叫Pyplot的interface 他是模仿MateLab 就是他是一個State Machine的interface 所以他會記錄你的狀態 所以你不用特別明確跟他講說 你要畫一張圖在哪個區域什麼 他會自動幫你記錄說你現在在做什麼 所以他就是 他就是希望可以多一層 這個interface 來讓MateLab的人可以轉到這邊 就是不會有太多 還需要太多學習太多 那常常會有人非常困惑 就是常常你去看別人寫的狗 會有人用Pyplot 又有人用PyLab 那到底這兩個東西差在哪裡呢 其實他們兩個 其實根本就是 本質上可以說是一樣的東西 Pyplot就是我剛剛講的嘛 他是一個State Machine的interface 那PyLab呢 其實他就是把Pyplot結合了NonPy 把它在同一個NameSpace裡面 所以你就可以少打一些字 像左邊的話你可能要產生一個array 你就要np.arrange什麼的 那如果你只用PyLab的話呢 你就直接打arrange就可以了 其他只是一個比較方便的 比較方便的一個 一個模式 然後讓你可以少打一些字 那我們也知道嘛 你如果在Python的那個互動模式下呢 打import list 你就會發現看到一長串的字嘛 就是xen of Python 那其中有一條呢 他是講說 isplicit is better than implicit 所以我們也知道 前面那個那種方式寫的話 State Machine Interface那種方式寫的話 其實你沒有辦法很明確去控制 你現在到底是在畫哪一個區塊 哪個區域 或者你現在到底是拿什麼物件 所以比較建議寫的風格呢 就是用 就是我們可能一開始產生Figure的時候 就是用Pyplot 那後面的部分就是用物件導向的方式去寫 這邊也是一個簡單的例子嘛 就是我想畫一個sign sign的pro 所以我是一開始 我唯一用Pyplot的部分 就是Figure的地方 就是pft.figure 產生一張Figure 然後後面呢 我就是用Figure這個object 去產生一個繪圖的區域 在那繪圖區域畫出X跟Y 然後最後把圖秀出來 所以這是一個簡單的概念 只有每一張圖的順序其實都差不多 那如果 前面說過嘛 如果你想要 就是得到更多的控制了 就是 你不想要它 預設出來那個圖的樣子的話 那你就要去更深一層 利用它 那個物件導向的interface 那它的interface就叫artist 那artist的話 其實它有兩個type 一個叫 一個是primitive 一個是container 從字面很可以 很清楚就可以了解 primitive就是所謂的line啊 一些矩形啊 或文字都是primitive 那container就是Figure啊 像剛剛前面講的Figure 跟assies 跟什麼tick之類的 那container就是 顧名思義就是 它是一個容器 那裡面可能會裝其他東西 也有可能裝其他container 然後container裡面 再裝其他的primitive的物件 對 所以它有點像是 大家應該知道吧 就是那個 俄羅斯娃娃就是一層一層的 然後下面其實它是 我在網路上找到 它是 把那個星際大戰 那個 做成就是 俄羅斯娃娃那種形式 所以我先來講一下 像 首先做在那一層呢 就叫Figure container Figure container呢 就是代表這整個區域 這整張圖 這灰色的部分 這整個區域 那這區域裡面呢 又包含了一個叫 assist container assist container assist container就是你 要圖要畫在的那個區域 那接下來呢 又分成 assist container 也就是你的s軸 上下兩端 那它 還有 再來就是 yassist container 所以就是分成這兩個部分 那 那 接下來又可以再細分 成 assist container 那 assist container呢 就是 它其實又包含了那一些 就是 可以看到底下 就是那一根一根的 它就是tick 那下面又有一個tlabel 那 tick上面又有虛線的部分 那個叫grid 其實就是隔線 所以它還可以再控制 它要不要顯示隔線什麼的 那 另外呢 就是 y-tick container 那 它就是控制 y-軸的tick 跟label 還有grid 那我們要 如何來 來操控我們 想要的物件 以什麼方式呈現的 其實這邊有點奇怪 就是它的 Document裡面也寫 它是 利用一種 Ovation的一種 Satter and Gator 就是有點像 就是C++那一種方式 可是 這樣子的方式其實非常 不符合 非常 平常大家慣用的方式 所以 這個部分 它在Document裡面是寫說 未來會把這部分改掉 讓大家可以直接去改 而不用透過什麼Gator跟Satter 不過目前我們也只能用 它提供的方式 所以 下面的例子來舉說 舉例說 你有個object 你想要得到它的alpha值 所以你就O.gate alpha 那你把這值存在A裡面 那之後你再把 它的值 就是你想把它的alpha值減半 所以在O.set alpha 然後把它減半 它其他就是用這種 透過這種方法去設定 那 你可能一次想要設定很多個properties 那你又不想要每次都點 打說什麼 O.set 什麼什麼的 就打一場串 所以你也可以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就是像最下面這邊寫的 O.set 然後後面就打 說alpha等於多少 然後這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一次把那些properties設定完 然後這邊是 舉個例子 其實這些例子 為了想要強調說 你可以操控 操控一張圖上面的任何東西 所以 其實這些圖 就是 還蠻醜的 不過只是為了秀說 它到底可以操控到什麼 什麼方式 前面都一樣嘛 你 import mpl.lib.pl as plt 那首先就是產生一張figure 所以就是plt.figure 這是唯一用到plt 比較 對 用到plt的地方 那你產生figure之後呢 就是產生 一個繪圖的區域 叫 axis 那就是fig.add.subpl 然後裡面給11 這個之後後面會再講 其實是決定說 你會圖區域是在哪裡 對 那產生之後呢 你就可以在這上面畫圖嘛 那 我這邊是沒有給它任何資訊 那後面for回去的部分呢 我是在這個區域的 我as.assess 就是指定它的so 那我想要去調它的tick的label 所以我用了一個 這邊是叫做 assess的method 來它會return一個list 這個list包含所有的tick的label 那 所以我就把它寫成一個for回圈裡面 然後每次去取用它的label 去調它的property 所以之後就會把每個label的color呢 調成紅色 然後把它轉45度 然後大小是20 然後改成粗體 所以就會看到最下面的地方 就會變斜的 然後它是紅色的 那 另外一個for回圈其實也是一樣的狀況 我一樣把它歪走 可是我這次要的是它的tick的line 所以 一樣就是把它的line 設成綠色 然後把它size到30 然後把它變比較粗 所以這邊就是秀說 你要怎麼去調那些小細節 這邊也一樣嘛 第一個就是 我想要就是通常他們預設值啊 它的y軸的那些tick的label啊 都是顯示在左邊 可是有時候我們可能想要它在右邊 那時候時候你就 就是它有一個tick.label1 on 1的話就是指左邊 2的話就是指右邊 所以你就是把 label2的地方改成true 然後1的地方改成false 然後再來就是調它的顏色啊 大小啊 跟粗細 那 隔線也是一樣的 一樣的方式 另外這邊就是講一個 大家通常比較少人注意到的地方 先講一下前面 像每一張圖啊 你就會發現它其實有四條線吧 這一張畫圖的區域框柱嘛 就是上下左右各一條 可是有時候我們可能 並不想要有這些框線 或者是我們想要把它的那些線移到中間啊 或者是特定的地方去 那 該怎麼調這些線呢 其實 它是 一個叫做spine 那spine它其實 又分四 就是四個區域嘛 所以你就可以指定 上下左右 然後你可以設定 Visible把它改成false 它就會消失掉 然後把它的position 改成center 就會出現在中間 那 你這樣的話 通常 spine只是指那一條線而已 可是它上面那一根一根的tick 還是會出現 所以你還要多做一個步驟呢 就是把 major tick 裡面的 那個 tick line 把它給關掉 所以就是 就是 tick.tick2 on 等於false 然後下面也是一樣 一個是改s軸 一個是y軸 那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 達成你想要畫的 就是兩條線 然後是在中間 那前面我們都是講說 你在一張figure上面 你只是想要畫一個區域 那通常其實不會這麼簡單嘛 你可能想要同時呈現好多個 不同的分析結果 所以 這邊就是講 我們前面沒有提到的 就是 add subplot 後面給的數字呢 其實分別就是roll跟column 然後跟第幾個 index 可以看這個例子的話呢 221嘛 代表說 你在這張figure上面 你想要有 兩個roll 跟兩個column 那 axis1 就是指第一個 所以就是 左上角的第一個 那它是依序是從 左到右 由上到下 所以就是1234 所以你就是 第三個數字就是指定 你要畫在哪一張圖上面 那這邊的話 如果你的 如果你的 你的需求比較大的話 你可能數字大於9的話 可能10啊 那你就記得就是中間 要記得加多點把它隔開 所以就是用這樣的方式來操控 那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其實這個add supply 它就限制在說 你只能分成一格一格的 就是像 隔線這樣 可是 通常我們 也 並不一定 完全想要 畫成這種形式 另外一種 比較可以讓你隨心所欲 控制的方式 就是叫做 add access 它這種方式呢 你就要指定它的 它的 離左邊多少啊 離底部多少啊 它的長跟寬是多少 那這個數字的比例呢 其實是依照 是依照你figure的大小 所以 所以這邊看到就是 0.1嘛 0.1啊 0.35啊 就是一個比例 百分比 所以用這就可以控制說 你想要assess是在哪個位置 就不一定像前面一樣 就是限制在它的格子狀裡面 那其實有一件事情沒有講 就是 有一件還蠻重要的事情 就是一開始可能 大家用的時候都不會發現 因為我們可能一開始使用 就是畫少數幾張圖 那 其實大家看到 其實不是要你跑出母體啊 就是 就是 其實是你要去release 就是你要把你畫完的東西釋放掉 那你的記憶體才可以再被使用 所以 這是 就是 當你產生一張figure 在上面畫圖之後 就算你把這個figure已經存起來了 存到硬碟裡面去 可是它在memory上面 還是繼續存在著 所以你一定要明確的用close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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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matter把它給關掉 那它的記憶體還可以再被使用 可是因為我們平常畫少數幾張 就不會特別注意 可是當 比如說你的檔案有 一千個檔案 有一萬個檔案 那 你每一個檔案都要畫 分別畫一張圖 那這邊就舉一個例子嘛 比如說我有個資料夾裡面 都是一堆的純文字檔 可能一萬筆什麼的 那 然後所以我一開始file list 就是 把這個檔案抓出來嘛 就是 它的 副檔名是tst的檔案 那可能抓了一萬筆左右 那我就依序 讓它 一個file圈嘛 然後就去讀取它的檔案 把它的數據解取出來 然後用 maplotlib 把圖給畫出來 那後面的部分呢 其實 跟前面都一樣 那最重要就是 當你結束之後 要一個plt.close 然後裡面要給說 你要關掉哪一張圖 那如果你少了這個步驟 你比如說 按 讓它跑 按下去讓它run之後 你就跑去吃飯什麼 你回來可能就發現 你的電腦可能掛掉了 或是 它跑一半就被系統給中斷 因為它就會把你 如果你少了close 這個部分的話 就會把你記憶體 全部都吃光光 那後面其實就是 一些我畫過的圖 然後 就是 就是要給大家看說 大概可以 畫到 什麼程度 那這個其實是 以前研究所 一個turnproject 然後這個project 其實它是叫 我們reproduce 一篇paper的 的數據 那篇paper其實在最下面 這篇paper是做 syndrome propagation 那先簡單講一下就是 這個paper其實它是要研究 一個random的network 那這個network 不是一般大家說的那個network 這個network是指神經的network 然後是random連的 那我們在符合特定的規則之下 把這個network分成六層 六個layer 那這個分成六層之後呢 我們給它刺激 刺激在第一個layer 那我們在想要研究說 那我們參數該如何調 才可以讓刺激從第一個layer 傳到第六層 所以就是左邊那張圖 input就是藍色的部分 然後刺激就是給第一層之後 紅色的部分 然後它要傳到第六層 那右邊的圖就是那個 那個在找參數的部分 就是syndex的factor要調到多少時候 它才可以順利把它傳到最後一層 那其實 因為研究所的時候就是 就是覺得什麼事情都應該用Python來做 所以那時候其實也去search了一下 後來有發現它有一個 別人有寫了一個現成的simulator 它也是用Python寫的 叫做Python 就是我那個reference寫在最下面 然後它是一個spiking的neural networks的simulator 然後它是用Python寫的 然後那時候就是用這個東西來做 所以我那時候這整個project 其實都是用Python做出來的 然後後面這個部分呢 其實hearchal clustering 這個部分應該還蠻多人聽過 就是講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你有十部電影 你請了一百個人幫他評分 從零分到一百分 然後每個人可能給的分數不一樣 那你希望找到說哪些人的喜好比較相同啊 對 那通常就會用cluster圓圓的方式 那cluster圓圓的方式 其實我們也沒有必要自己去寫 左邊的那個柱子圖啊 樹狀圖是用SignPy 它的內建本身就有的 然後只不過它就是 一開始它繡出來的圖就是比較陽純 而且它沒有左邊的部分 可是通常我們不只希望看到它分析出來的結果 還希望看到它的pattern到底是不是真的很相近 所以我就是結合SignPy跟Mapoli的部分 然後秀出目前這個情形 然後其實這個 其實這個就是分成三個axis 就左邊右邊跟上面那個color的color bar 那這邊的話其實是要給大家一個簡單的sample 就是指說雖然Mapoli主要是支援2-dimensional的plotin 那其實它有一些true kit 它是可以把它做延伸 可以到支援一些簡單的3D的繪圖 那這是其中一個範例啊 其實我已經忘記這當初是在畫什麼 因為這是幫別人畫的 其實當初一開始是 一開始是很像要表示有四個dimension 那可是要秀出來不可能秀嘛 所以就是用3D的方式 然後再加顏色來代表這四個dimension 所以就是這是一個簡單例子 來告訴大家說 除了一些2D的圖之外 Mapoli也可以畫一些3D的部分 然後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使用Mapoli 有問題嗎 好 好 不好意思 問一下就是 我相信就是有些譬如說做研究啊 你常常會需要產生一些 就是同一類型的圖表 那不知道有沒有就是 有人蒐集或是有提供這種某些template 就是可以把你常用的某一類型圖表 所以我現在想要畫哪一種 那你就可以選擇某一個config 然後就會幫它畫出來這樣子 我大概算你的意思 其實你可以上那個Mapoli的website 它website裡面有一個圖庫 那你點進去就會發現它一長串的圖 就是人家畫各種類型的圖 然後我通常其實就是從那邊找 找說我大概想要什麼樣子的圖 因為你點進去之後它其實不只有圖 它還有它的code 所以你就可以去看它怎麼寫 然後來看你是不是真的 就把它code改一改 然後達成你想要的樣子 對 所以其實可以去到網站上面看 還蠻多的 還有嗎 OK 好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謝謝文威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